冷静 冷静 斯科特张开口 努力大口呼吸 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但这么一呼吸 浓厚的血腥未变传来 隐约能看见 塔楼底部有着好几具尸体匍匐在地 半凝固的鲜血流液的满地都是 的确 原本预定要袭击这座塔楼的精锐猎手被人挡下 但袭击其他塔楼的猎手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后 察觉到自己的同伴失踪 便前来此地侦查 并打算顺手解决掉这座意外遗落的目标 因为时间拖得太长 土著体力消耗过多 防风的缩衣濒临失效更是拖累行动 所以斯科特和他的战友趁着对方大意 成功将这些精锐猎手反杀 代价就是 四人小队中 只有斯科特一个人还活着 一定要成功启动火炮发射 一定要成功启动火炮发射 闻到自己占有和土著血液的味道 又能听见远方恶龙暴怒的咆哮 斯科特此刻双手颤抖的就连平日擦拭火炮泡管和内壁的麻布都抓不稳 口中更是只会重复心中最为执念的短句 可他原本就不是炮手 平时固然见得多 可也只是会操控火炮瞄准发射罢了 火炮坏了该怎么修 他怎么知道 诚心祈祷让不悦的击魂重归平静吗 这倒是个好主意 不过谢灵教派在帝国应该是小众 思绪已经混乱的开始翻飞至远方 留给斯科特的时间已经不多 随着大地骤然震动 整个塔楼都开始轻微晃动 甚至有零散的石灰碎屑从纷纷扬扬的落下 恶龙的咆哮与以太武装撕裂空气的尖效越来越近 格兰特子爵和大萨满的战斗几分钟就可以横跨半个城市 或许是巧合 又或许是刻意 双方的战场肉眼可见的朝着浪涛汹涌 击近于沸腾的近海而去 这座塔楼 便在他们行进轨迹的周边 双引号 不行 得走了 被一块跌落的砖石砸到脑袋 呆愣的伸手摸头 却只能摸到一把混杂着灰尘的鲜血 此刻斯科特才恍然察觉自己如今处境 他对炼金火炮的确是完全不通分毫 仅仅是因为不想让战友的牺牲白费 才勉强自己在这里倒腾这些他根本搞不明白的明文器械 但现在的情况即便是他死也不会改变 因为明文就和数学一样 不会就是不会 如果不想和战友还有土著陪葬 自己得离开 虽然这么想的 但等斯科特跌跌撞撞的来到塔楼底部 想要打开门栓离开时 他才愕然察觉 因为之前大的震荡的原因 整个塔楼的结构都已经产生了轻微的形变 坚固的原木大门被卡在了门框处 无论他怎么推动 撞击 都无法令他动摇分毫 看来真的要死了 可惜早上没和妈妈告别 筋疲力尽 终于察觉自己已经被宣告死亡时 斯科特四哭四笑第一屁股坐在雪坡中 他懒得在乎旁边的尸体究竟是战友还是土著 反正等会塔楼垮他 大家都成一团糊糊 谁能分得开谁 此刻才能察觉 这个身着成为军轻甲的军人 只是一个连嘴上的毛都没长期的年轻小伙 至多十四五岁 不过 就在斯科特彻底放弃挣扎后的不久 塔楼外急促呼啸的风仿佛停顿了一个瞬间 然后 任命的年轻成为军猛的抬起头 惊愕的看向塔楼大门处 因为 就在刚才 他似乎听到了有什么人正在推动这扇门的声音 双引号 果然锁住了吗 宁神戏听 斯科特从外界喧嚣嘈杂的风声中 隐约听见了一声略显稚嫩 但却异常平静的自语 看来只能踢开了 踢开 因为疲惫 失血 外加陷入绝望的呆滞 斯科特一时间没有理解这所谓的踢开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是 下一瞬 他就懂了 轰 伴随着一次大力踢击轰击楼门 整个楼门门板便砰得向后崩开 楼外带着一丝怪异暖意的风雨气息 便与整个门板一同掠过呆愣的斯科特眼前 然后撞击在塔楼内壁上 雨声骤然变得清晰 茫然的侧过头 注视着门板 年轻的陈卫兵又愣愣地转过头 看向门口 奏语倾盆 电闪雷鸣 一位身披土著缩衣的身影站立在门口 甚至 对方才刚刚收回腿 半点也看不出那纤细匀称的身体居然能爆发出这么大的力量 不等斯科特反应过来 他便已经看清缩衣中男孩的脸庞 然后又是一正 双引号 伊恩 虽然这个消息没有特意被传播 但哈里森港出了一位年轻灵能者的消息多少也算是年中的大新闻 斯科特不是白之民 并不熟悉那个灵能者男孩的长相 可却不至于面对面的看见时还认不出来 你认得我 那好办 彻过头 伊恩看见一个置身于雪坡中 满脸尘土的狼狈成卫君 他只是扫过旁边的尸体 心中便大致明了刚才发生了什么 真厉害 居然守住了土著的袭击 但炼金火炮还是出问题了吧 能带我去看看情况吗 理论上来说 斯科特这个时候应该大声警戒 告诉对方塔楼已经结构不稳 随时可能崩塌 还想啥火炮啊 赶紧跑吧 火炮就在上面 土著没破坏 但就是没办法发射 但不知道为什么 随着伊恩理所当然地下令 他却鬼使神差班地点头 挣扎着从雪坡站起 然后带着对方走上炮楼 还尽可能简洁的为他解释现在的情况 炮管结构和金沙粉尘都没有问题 火药很干燥 我怀疑是点火气出了问题 该死 我怎么会说这些东西 斯科特根本不懂自己的举动 他将伊恩带到炼金火炮旁边后 本来是想要立刻逃走的 外面的巨兽咆哮声越来越真切 塔楼的摇晃更是愈发猛烈 他带路就已经是极限 为什么还会留下来 浪费时间讲解这些肤浅可笑的言论 但恍惚间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些死去战友的面孔 那些 仅仅是因为他年轻 就将他保护在身后 哪怕他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做不好 也一样让他活下来的战友 他们的面孔 不想 不想 对不起他们的血 谢谢 很有帮助 脱下索一 伊恩立刻就将注意力专注在眼前的巨大炼金造物上 男孩的目光炙热而纯粹 一直都没机会上手 这次可以好好解析结构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